关于飞行员能否开车的问题 网上有很多议论 有人觉得飞行员不能开车 因为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代价巨大 万一磕了碰了都是损失 另外一种声音觉得没必要管得这么严格 在很多城市生活没有车代步的确很不方便 飞行员也不例外啊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正确呢 其实在我国的确是不允许飞行员私自驾车的 飞行员接送都有专人安排 用不着飞行员来开 一方面的确像网友认为的那样 任何一个国家的飞行员都是自己国家的国宝 培养一名飞行员不容易 选拔严苛就不说了 都是人尖里的尖 身高体重湿力等等各方面身体素质都是一级棒 另外训练时间长成本高 动辄就要四五百万 万一出点什么事的确都不尝试 在天上一旦飞机失事 宁可把上百万的飞机毁掉 都要先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在地面就更不允许出差池了 不论飞行员开车的目的 还是最大限度来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飞行员 常年的飞机驾驶习习惯 害怕飞行员得了职业病 拿汽车当飞机开 比如总觉得开车速度慢 老是认为油门在右手 遇到红灯就像转一圈 富家没人心里就不踏实等等 开飞机和开车的差异 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 开车方式的飞行员 上路也是一大安全隐患 但就和军队里规定 不能用手机一样 飞行员开车这事儿 也没法完全禁止 但只要能适应 汽车驾驶习习惯安全驾驶 飞行员也一定会是一个好司机 对 butterflies 我们下来 顽搀 屁